856傳給863 是目前根據我們這樣的一個疫調 那有接觸的時間 那因為這個856 這位醫師他負責的病房 就是863負責的一個病房 所以他們在工作上的重疊性很高 最新確診案863女護理師 不是第一圈接觸者 疫情延續到第二圈 恐怕還會變成社區傳染 他當然有在家裡跟醫院 那不過我們有調查之後 他大概就是主要是還是在家裡 他以前就有慢性鼻炎 所以他也沒有就醫 自己大概也不認為說這是一個症狀 更糟的是護理師又沒有警覺 因為案863在1月12號 曾接受採檢為陰性 1月14、15出現了鼻塞及咳嗽症狀 匡列為案856接觸者 1月17號再次採檢才確診 沒就醫是因為本身有慢性鼻炎 同住的五位家人沒有症狀已經採檢 不過18號晚間傳出 有兩位家人疑似染疫 如果他在有症狀的時候 有去接觸到一些人 尤其是家人的話 那家人被感染的風險是相當高的 所以這個就是要盡早把這些有可能被感染的人 要盡早把他隔離 免得這個病毒真的有機會進入社區 有沒有可能因此傳播到社區 就看事後指揮中心如何不破旺 閃銷的高中宣布 閃銷的高中宣布